所以我們不只停課 我們現在哪裡都不能去 還被狂烈 老師在這邊上課 他在這邊玩耍 從小就翹課 看這個流眼淚的傢伙 好辛苦喔 被插完了 天啊 真的是不要再弄 回復自由之聲了 開玩出去 可以回去上班了 可以拿個包裹也好 Good morning 又是崭新的一天 現在是早上的9點15分 平常這個時候呢 我們應該已經去上班 孩子們已經去上課了 結果我們現在居然還在家裡 怎麼會這樣 我們兩天前呢 收到了學校通知 就是學校有學生確診 我有點不確定現在的 防疫標準是什麼 反正就是 有幾個確診之後的話 就是整個學校就要停課 兩天前我們就收到了 停課通知 對 停一個禮拜到四天這樣子 就沒辦法去學校 然後結果呢 我們昨天有收到了老師打電話來 對 結果確診的 居然是 而且老師說 他們是平常玩在一起的 對 代表說他是 第一接觸者 所以我們不只停課 我們現在哪裡都不能去了 還被狂烈 我沒有想過 我這輩子還要再像去年一樣 就是關在家裡面這麼久 之前是心裡面上面 就是告訴自己不能出門 對 我們自己設定自己嘛 可是這次是被管 那感覺很不一樣 我們現在也沒收到任何通知 老師說 衛福部啊 還是說衛生署會再打電話給我們 但是我們現在過了一天 都還沒有接到任何的電話 反正我們現在只能在家裡面等消息 因為現在確診人真的太多了 所以沒有辦法每一個都通知得這麼快 就是現在他們有點太忙了 對 然後像我們家的狀況是 只有哥哥需要隔離 但是 一個小朋友一定要綁一個家長 嗯 然後我們家 那我們是要四個在一起 還是要一打一各自分開 我覺得我們就四個在一起好了 因為好像也可以一打二 就是一個家長可以帶兩個小孩 因為我跟新天菜也挺聊 就是一般你出去工作的人 其實比較少機會會接觸到確診者 可是如果你是家裡面有小孩的 比較容易 就很容易接觸到 但是很多同學啊 每個周遭的人都會遇到 所以 其實那個三玻璃是很壞的 也沒辦法 就是遇到的就是要解決 真的也只能這樣了 然後從今天開始呢 孩子們也開始上了線上的課程 他們第一天啊 所以現在滿興奮的 有點兩難啊 因為我自己覺得 他們這麼小 然後要上線上課程啊 就是一整天 但等於說他們看了一整天的iPad 這樣子好嗎 因為我現在在衡量是 幼稚園這個階段 你就算你輸了人家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其實真的也沒有差在哪裡去 所以 到底是眼睛重要呢 還是要讓他 就是有課程重要 可是因為如果我們又要隔離的話 我們整個禮拜都在家裡面 沒有事做也是很可怕 所以還是要讓他們上一點課 先觀察一下 因為今天他們第一天 看一下他們整個使用iPad的狀況 他們現在是上課30分鐘 休息20分鐘 然後一直到中午吃飯 然後休息到下午2點 再開始 其實他們學校做的那個 因為可能去年有一年的經驗了 所以他們建置的都還滿好的 他們才花一點的時間 今天馬上就有線上課程可以上 對 然後他們是用Zoom 然後我剛剛看起來都還滿穩定的 之前他們在學校 我們疫情的關係 其實根本沒有看過他們在學校發生什麼狀況 所以今天是真的可以看到他們跟同學的互動 然後跟老師的互動 上課的情況 看一下他們到底平常在學校表現得怎麼樣 才上不到10分鐘 有一個同學不見了 看又跑掉了 已經坐不住了 這位翹課的同學 老師在這邊上課 他在這邊 玩耍 從小就翹課 哥哥就滿認真的 果然是4歲有差 自己坐在那邊 很乖 I like you cry No.1 is a bar I like you cry 恭喜 早上完成了課程 在家上課好玩嗎 好玩 第一次看影片上 你又沒有上 你都在 在旁邊翹課 你都在玩玩具玩的一地 你有上課嗎 我沒有 還要推卸嘴呢 開始夠壯 哥哥沒有 哥哥很賺心 哥哥哥有嗎 有嗎 你要哭了嗎 沒有 哥哥但是下課才有玩 好啦 沒事啊 你還小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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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們還在上課 最後五分鐘了 你趕快上一下 如果他有認真 他才會完 真的喔 你怎麼那麼懂 學校都會這樣啊 你剛有認真嗎 有啊 太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休息 兩個小時 下午兩點 才要繼續上下午的課 目前感覺起來 早上看影片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還算控制的蠻好的 就是他們上大概30分鐘 就會休息20分鐘 所以早上是看累積一個半小時的 看螢幕的時間 然後聽說 很多人會去配一些什麼 藍光螢幕 還是什麼保護眼睛之類的 待會也要做一下功課 看一下我們怎麼解決 就是小朋友可能一整天 他要看影片的這個問題 然後弟弟就讓他去吧 因為他畢竟也才三歲 可是他其他同學 有一些真的都蠻厲害的 就是很認真在上課 不過每個小朋友不太一樣 先讓他適應一下 好 我們剛才 我決定要去幫小朋友買的耳機 哥哥有買耳機了嗎 有 小朋友兒童耳機 晚上應該就會到了 摸摸買很快 晚上再來開箱一下 剛才呢 我們又再一次打電話 回去學校問一下 我們現在到底是什麼狀況 如何 的確的 我們現在就賺處理的灰色地帶 沒錯 怎麼說 今天上課有專業了 真的喔 是我們搬的 然後另外的 是另外搬的 真的啊 因為我剛剛打電話問老師 然後老師說 他們其實也在去詢問這個狀況 他們還為了這件事情 特地跑了一當衛生署 可能真的因為最近的案件太多 太爆炸了 所以其實現在衛福部 還沒有收到那個小朋友確診的消息 那個媽媽她幫那個小朋友做快篩的時候 呈現陽性 因為陽性不就是要做PCR嗎 那個PCR報告還沒下來 所以衛福部也還沒有辦法通知各個家長說 這個小朋友肯定 但是現在她機率很大就是第一接觸者 就是為了安全期間 我們就乖乖在家就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比較尷尬的階段 我們要等到衛福部收到了那個 她同學的確診通知之後 哥哥才會被匡列 匡列之後 衛生所才會打電話給我們說 我們需要居家隔離 但這段期間呢 我們也只能等了 你畫什麼弟弟 時鐘 時鐘 哥哥下課了 怎麼樣 今天一整天第一次在家裡面上學校的課 有去嗎 沒有 沒有 你 你加油明天 再努力好嗎 你今天只上了十分鐘喔 今天總共上了幾堂 五堂課 四堂吧 四堂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總算收到通知了 是的 她現在可能真的來不及打電話 因為真的太多確診個案了 所以她就直接傳簡訊過來 然後她就告訴我們說 Cody是密切接觸者 然後我們需要有一個家長然後陪同她 我們乾脆就是全家人就一起隔離 因為其實她接觸的日期是上禮拜五 然後我們今天其實已經禮拜三了 所以我們真正要隔離的時間呢 很慶幸的只有五天 總共要隔十天 可是我們前面五天是沒有知覺的 所以真的要關的話呢 就只有這五天 對 不過跟去年不一樣的是 他們今年平時還可以上課 對 我今天這樣體驗下來 是覺得說 雖然看螢幕的時間很長 可是格格狀況還是OK的 可是我覺得老師他們設置的也不錯 因為就是看三十分鐘 然後休息二十分鐘 就是至少讓眼睛有休息 就每一個世代有每一個世代的課題吧 就是可能他們自然會去適應這個 因為你好像不讓他上課也沒有比較好 無盡天則 試則生存 好啦 希望我們這集一切順順 我跟從前面跟從來 是居然更活躍 耶耶 被人更活躍 對 明聲 早安 宜家隔離的第二天 是一個偏向悠閒的早餐 孩子們是第二次要上線上課程 弟弟依然是逃避現實 老師在那邊上課 他還是選擇自己在這邊玩耍 這什麼? 帥車嗎? 但哥哥呢 非常認真的 繼續上課 Oh yeah 我們的放心出來了 爸爸昨天晚上就直接臨為壽命 趕快在放心豬訂了一堆的菜 繼續來精進我的廚藝吧 不然在家的時間很長 就可以來煮飯 這幾天就真的要麻煩管理員了 因為我們不能出門嘛 然後也不能倒垃圾 不能去領包裹 不能拿外帶 像我們剛剛放心出來了 然後管理員就把我們拿上來 然後他會先按門鈴 一分鐘之後我再打開門去拿 所以我現在看一下我的方便吃 我要開 好啊 在哪裡 Oh 超多的 我們這五天的蔬菜 好 幫忙 請幫忙 好 先放著沒關係 好 我們要趕快進來 拿著要趕快進來了 我去牛力 喔唷 厲害 大力士 弟弟加油 不要摔到了 裡面有水果喔 OK 關門 關門 趕快關門 終於 終於 我們不能出門的 媽媽沒有換衣服 我又沒出門 妳要挑戰無天不換衣服是不是 不會 不會 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看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妳是不是還穿一樣的 我可以一直換一樣款式的 然後不同顏色 好啦 我們已經整理完 我們剛才那個 四千多塊的放新廚了 我想要煮那個烏龍麵 烏龍麵 這是之前Costco買的 然後剛好六月到期 我們今天可以剛好來清一下冰箱 欸 上課小孩 人家在上課你在幹嘛 嗯 玩樂 開動吧 今天是妳喜歡的 胡麻醬拌麵喔 然後這個是 金家A的年糕 好好吃喔 我後來學橘色在涮那個牛肉啊 我就直接把火關掉 讓它用泡的 再吃個肉 我就覺得哇 超甜的 它那個熟度剛剛好 只是吃起來會比較油一點點 油脂會整個鎖在那個裡面 好吃 小朋友目前都沒有證書 那我等一下會把你們的資料 就是傳給在地人 那媽媽你會收到 你叫做你控制住 好 小朋友的部分我會充足 因為小朋友不能發電子 就是他能發資本 所以會從你 有結束了以後 有校方來我們對鄰居 然後就是打給你們這樣 okok好 那就是妳跟她一人一次 不可能再跟其他家人接觸喔 那因為我們沒有兩個小朋友 我們都已經相處在一起 如果我們四個 是一起隔離到二十五號可以嗎 好 我們要去吧 那原本你們都大概一起 這樣子就在一起吧 ok 好的 所以就一起到二十五號 這樣子 然後你們就一起在一起 這樣子 謝謝謝謝 我們現在都不用做PG啊 所以如果說真的有陽性的話 到時候麻煩你們打給 請淡水 請淡水就是 幫你們拍白計程車 衝到附近的 就是責任醫院去做PCR這樣 好喔 謝謝 好 謝謝妳 掰掰 掰掰 所以現在都不用PCR了 現在是不用PCR了 現在先自主快塞 要出關前一天再塞一次就好 所以然後我們也確認說 我們四個是可以一起隔 對對對 oh yeah 第二天下課了 今天弟弟依然 一整天都沒有上課喔 嗨 你在洗澡啦 明天還有一次機會 爸爸買耳機來的時候 你要不要試試看 好嗎 要不要 看我的耳機 對啊 那個也有 嗯 你們一人一隻好不好 好啊 哥哥剛剛一下課啊 就馬上跑來說 他想要看電視 但對我們來說就覺得 哇 心理負擔蠻大的 就覺得哇 你應該休息一下 可是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是下課了 就放鬆啦 就很喜歡鬧一下脾氣 我們還在適應這個 線上教學的生活當中 嗯 爸爸 怎麼了 我沒有 你又擠完了嗎 好 那我去幫你一起 發火 喔 又一下 是什麼呢 是你的耳機嗎 用我的嗎 是你的耶 阿你明天會上課了嗎 阿你也有 你要上課喔 謝謝 我們家這邊 萌萌真的會比較久 我們在公司訂啊 早上訂晚上就會來了 喔耶 今天是黑色的 我看哥哥你選什麼顏色的 藍色 好看喔 黑色不錯喔 小小的很可愛喔 哇好Cute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帥喔 好酷喔 所以用不到嘴巴 他這樣講話就可以了 嗯 等一下晚上很晚一點 先幫你們充電 今天晚上做我好久沒有做 我很喜歡的咖哩飯 然後還有買了這個 順利肉骨茶 這個直接解凍然後加熱就可以喝了 哎 瓜哥 他老師擺在這邊 戴著耳機聽了老師的聲音 可是... 我們等消失 今天午餐呢 爸爸突發奇想 我想要把昨天我們剩下的咖哩 把它煮一個咖哩炒麵 昨天已經吃過咖哩飯了 今天想吃點不一樣 這邊用滾水稍微煮個麵 在一起炒 應該這樣就可以了吧 好吃嗎? 麵糊變很好吃 怎麼說? 第二次不要變爛 不會比較硬 喔 啊麵呢? 麵有入味嗎? 還是太乾? 麵好吃 不會 變老吃 麵好吃喔? 有入味是不是? Oh yeah 芝加隔離來到了最後一天 今天晚上呢 我們就會幫哥哥再做一次快山 那如果是陰性 明天就可以回學校上課了 但是我們現在其實也是 很兩難 還在思考到底要不要讓他回去上課 因為小朋友還沒有打疫苗嘛 加上學校很多人 班級很多人 然後家裡面的狀況 大家也都不太一樣 所以 真的就很容易被狂烈 我們很多工作已經沒有做了 如果 如果真的又再被隔離一次 等於說我們整整一個月 都沒有辦法工作 同事們都要回去吃自己的 我們好像沒有辦法再被關一次 所以我們還在思考說 到底 明天學校可以回去上課 我們要讓他回去呢? 還是說 我們乾脆就請假一個月 邊陪我們上班 然後邊照顧他們這樣子 不過在這之前呢 今天 最後一天呢 爸爸要來吧 冰箱清一清 中午想要來做伊蘭拉麵 這很方便 三分鐘就可以煮好了 很好 這一碗一看就知道是我的 我們完全客製化喔 跟伊蘭一樣喔 麵的熟度跟要不要加蔥 都有不一樣 好酷喔 好酷喔 酷吧 沒有肉蒙多的碗喔 這樣很好啊 沒進去那麼久啊 拉麵就是這麼方便 看起來應該還可以吧 我的肉又不小心放太久了 我剛剛那個烤箱好了之後 就要趕快拿出來 我又給他放在那邊 沒有去拿 剛剛聞起來蠻香的 夾起來也很像 伊蘭的時候在夾起來的感覺 湯丸汁 伊蘭真的很厲害啊 他裡面什麼料都沒有 可是很好吃 很有味道 欸 什麼意思 你沒有說你老公很厲害 你說伊蘭很厲害 我老公很厲害 不知道我來講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經過了一個禮拜的線上課程 哥哥下課了 好不容易適應 可是又結束了 哈哈哈 他真的上線上課還算蠻不錯的 還不錯他反應知道 就是什麼時間要做什麼事情也都知道 就也不用說特別要去罵他 或者是追著他 弟弟就沒有辦法了 每天弟弟老師都打電話來問說 弟弟怎麼不見呢 然後我們現在要再做最後一次的快篩 我們家其實就是蘇珊跟Cody綁在一起 所以只有他們兩個是法定上面的匡列 所以衛生索呢也只會給我們兩份的快篩四季 他們的快篩四季跟我們之前自己買的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是這個牌子的 然後用法呢感覺也有一點點差異 小小 看這個流眼淚的傢伙 好辛苦喔 要被擦完了 天啊 真的是不要再弄了 你手在幹嘛 你自己擦什麼 晚上來把冰箱清一清 應該真的是最後一天了吧 葛哥說想要吃什麼 巧幻 巧幻 然後剛好那天放心書買的蝦仁還在 牛排之前有買 就買這兩塊也把它烤一烤 然後炒一個空心菜 就這樣搞定今天晚餐 開動了 霸氣牛排做蝦仁炒飯 媽媽說蝦仁炒飯沒有味道 有點淡 不夠鹹是不是 嗯 因為我真的炒蠻久的 真的喔 這麼捧場 哇這趟隔離旅程真的是來了又快又突然 確診人數啊真的是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其實關到現在這一刻啊 其實政府的政策啊什麼 也是有很多的改變 雖然等下12點就已經解禁了 可是真的沒有什麼開心的感覺 因為跟去年一樣 我們雖然解禁了 可是哪裡也都不能去 現在真的是非常時期 所以只能就繼續在供體時間 我們的小朋友啊 距離要可以打疫苗 真的還有蠻長一段路的 因為現在最早最早 好像就算國外也都是要6歲 所以我們至少還有一年多要等待 那這一年多呢 疫情的變化一定是非常的大 不知道那時候還有沒有 當然希望那時候已經沒有了 也有聽到一些人分享 就是這次的病毒 可能比較像流感一點 不過也有相對的看到 最近真的很多人得 然後他們照顧小朋友 其實也是真的很辛苦 如果一個種 我們全家又種的話 四個一起種 哇那真的是會非常辛苦 所以我們只能真的就是 保護好自己 如果真的遇到的話 我們至少先做好心理準備 該準備的藥品 或者該準備的醫療器材 我們先把它準備起來 對 真的哪一天不小心還是遇到的話 我們也可以比較從容的去面對它 好囉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影片到這邊 不喜歡按讚 下個影片見啦 拜拜 拜拜 阿嬤也趁機打掃了一下家裡 是的 我終於把他們的那個 玩具店整理起來了 但我覺得我必須要玩自斷舍遞了 會太多了 他在這裏面是一個舍遞 是睡一段 不掉嗎 然後他就看到那個在沈船 所以他就說 啊我已經不成對了耶 然後他就去上課 然後最近只剩不了兩次 然後他就全部把它剩掉 好 好 好